氯燃料应急通信电源,主要针对通信基站长时停电,母纪基站试电,蓄电池扩容等难题。 无需试电,蓄电池及充电扩容,无需游击发电,可支撑8至48小时,快速更换,可上千小时连续供电。 电池式氯燃料应急电源,主要针对野营、野战分队、救援分队等野外供电难题,只要有水便能实现供电,并且体积小、重氧性便于鞋带、无红外辐射,是野外应急供电产品的理想选择。 水电热一体铝量应急保障设备,主要针对助训、勘探、应急救援等水电热保障难题,长循只要有水便能实现供电,供水供热功能,将水电热设备综合集成,能量综合利用,通过一体化便携设备,方舱等解决野外、灾区安置点等不同供电,供水供热需求。